我看这个爱好 有一个爱好好像不太适合你 打篮球 对 我一般就是在周六日 只要有空余时间就会去打篮球 你为什么会喜欢打篮球呢 我就是比较喜欢 就是比较汉子的那种 然后因为就是有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说比较聪明的功课女 以后就变成了男生 是吧 然后因为我在 但你今天干嘛 要打扮得这么淑女呢 因为我想变淑女 我不想再汉子下去了 那你是变了还是没变呢 我其实有的时候比较淑女 有的时候比较汉子 那你也太可怕了 你一会汉子一会儿淑女 对不对 不是 你平常不穿 不这么着装吗 平常是什么样的汉 平常是什么样的 平常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在科研 就是搞科研嘛 穿裙子肯定做不了的 因为我们要拿着什么电烙铁了 还有什么什么烧炉子了 然后我肯定不能穿着裙子去烧 我就在想象 他在实验室里面穿着大裤衩 拿着电烙铁的时候 什么样子 真的是都是比较汉子做的事 那小姐你穿成这样 就是穿着长裙 头发披下来 你现在感觉自在吗 舒服吗 这是你吗 其实我在生活中 就是不在实验室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一些打扮 就是差不多 就是比较舒适的 接下来这样好不好 你自己感受一下 在舞台上真实的自己 你现在穿着长裙 你现在以淑女的方式 走那去 然后再以女汉子的方式走回来 试一下 好不好 让你感受一下好不好 真是心理 来 先来一段 比较古典的音乐 金流的音乐 让感受一下 还没开始 别急啊 女汉子叫出 走 诶 款款地走来 再慢一点 OK 转身 接下来女汉子来 来 欢迎一段音乐 把袖子捋起来 对 就是感觉 那种感觉好啊 那种感觉好 前面有点慢吧 前面有点慢 其实啊 其实你还是应该恢复 本质的自己 你就是那种很帅性 很麻辣的那种女汉子 我觉得就是 我不想再做女汉子了 我不想再 就是在这个领域再发展了 因为我想变回淑女 我今天求是感觉是 产品运营类 那我问你一个职场的问题 就是 你觉得 因为你不是学这个专业 对 你的专业跟着也不太真边啊 就是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 跟本科的毕业生 你跟他们之间 你有什么竞争力啊 就是虽然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但是 我就是说 能不能 很有条理的 一二三 五句话之内 把它说明白 一 我觉得我自己 有比较强的组织能力 因为 组织能力 对 组织能力 二是有较强的分析能力 分析能力 三是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四是 有较强的领导能力 你就提办天没有学习能力 是吧 而且你这几个能力 所有人他都可以 他都会这么说 他都有这能力 你说的这几句话 就不足够表现竞争力 我还有一个问题 问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 在职场里都会面临的选择 因为你学这个物理 在这个教育领域里头 比较稀缺的师资 一般像你这刚毕业的 薪酬大概在一万五左右 你干个三天以后 基本是在两万五到三万之间 一个是你可能是有兴趣的事业 可能按你的需求五千起 你怎么选 我不想再那个 就是说 因为我们找工作的话 他可能就是做材料的 要去一些研究所 然后还要去一些 就是工厂之类的 对 然后我就 我就想就是把自己 就是每天可以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但这个挣钱挣得少啊 不不不这特别好 坚持性的 这个理由特别好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 特别喜欢臭美的女孩 真的 萧杰又是一类 读到了硕士 才猛然醒悟 原来我根本不喜欢 这个专业的一类人 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这个专业 就不必考验 除此之外 我真的建议大家 把大达的青春 真正用于职场 创业场 哪管一开始可能难一点 但是你走的每一步 是你想要的 你可以不喜欢物理 或者化学相关的 功课行业 但你确定你运营是真爱吗 比如市场 策划 行政人士 都是偏文科的这种行业 或者专业 你可能也没有经历过 你确定现在 就往运营方向走了吗 所以你现在寻求的 这个岗位 是不是你最后 要确定去的那个方向 我觉得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是一个特别能吃苦 特别肯干 特别踏实的一个女孩 自从上了大学之后 就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的 就是学费了什么之类的 都是自己就是打拼过来的 这current行为它不吉利ッ制就能吃的 检查下销 得签